武汉四月份各区卖的最好的十个楼盘 本集我们重点整理了桥口区、江汉区以及江岸区的楼盘成交前十名 首先看一下大汉口区域的桥口区 桥口区四月份卖的最好的十个楼盘分别如下 第一名,万科兴耀大岛 四月份价格从16000,降到12500左右 而且是精装修线房,卖的不错 第二名,绿城贵与朝阳 四月份价格从13500,降到12500左右 卖的好的主要原因就是绿城的品质挺不错的 第三名,经济风景 该楼盘没太多降价,一直卖的还可以 该楼盘品质不错 但楼盘周边的配套和城市界面不太好 第四名,汉口1872 该楼盘之前在桥口区卖的最好 现在销售情况也下滑了 下一步有可能还会继续降价促销 第五名,幸达天宋第五元 该楼盘目前是现房 但最大的缺点是靠着铁路,噪音比较大 目前在售的一号楼不靠近铁路 噪音稍微小一点 第六名,月秀天运文化 该楼盘上个月首次开盘 售楼部和样板房做的挺漂亮的,其实卖的也一般 排名仅仅是第六名 第七名,华法都会天地 该楼盘之前与汉口1872一直卖的不错 最近受到其他楼盘降价影响 销售情况也下滑了 第八名,汉月台 该楼盘之前降价后,从13500又降到了12500左右 卖的也一般 第九名,万科公园大岛 该楼盘目前12500的单价 已经没有优势了,跟旁边的绿城单价差不多 但万科公园大岛临近三环高价,早应大 第十名,万科万围 该楼盘四月也降价促销 目前均价在22000左右 降价后也仅仅是卖了一小部分 另外,在桥扣区买房还可以关注一下 孟活云柱,城建天悦以及中建一品公馆 这三个楼盘近期也有降价的特价房 接着,看一下江汉区 江汉区楼盘比较少 我们整理了城郊前五名的楼盘 第一名,万科公园五号 该楼盘四月份加推了布林高价和铁路的三号楼 噪音相对小一些,卖的还是不错的 第二名,福星华府沉静 该楼盘自从年初降价后一直卖的不错 目前价格在一万七左右 第三名,绿城湖畔云炉 该楼盘应该说是江汉区品质最好的楼盘 缺点就是单价三万亿的价格比较坚挺 第四名,武汉江城府 该楼盘的地段,地铁和学校配套都不错 缺点主要是超高层,以及周边都是老破小 第五名,新港长江府 该楼盘是一线看江的大平层 面积都是三百多平,一直也卖的不温不火 另外,江汉区重点可以关注一下刚开盘的楼盘,绍兴礼 该楼盘5月份的成交数据应该会很不错 接着,看一下江岸区 江岸区楼盘比较多 我们整理了成交前十名楼盘 第一名,万科云伯江岸 该楼盘4月份卖的不错 主要原因是加退了非超高层6号楼 剩下的楼洞基本上都是超高层 估计后期超高层会降价促销 第二名,武汉润府 该楼盘地段和配套还是不错的 一直卖的也不错 第三名,龙虎天药 该楼盘与万科云伯江岸 是东厚湖卖的最好的两个楼盘 相对来说,万科云伯江岸离二环内更近 而龙虎天药各方面配套会更好一些 第四名,汉口公馆 该楼盘上个月与贝壳合作 成交量确实也好起来了 考虑汉口内环低密社区的客户可以关注一下 第五名,鼎盛景城 该楼盘4月份部分户型房源价格 从18500降到了15800 卖了一部分房源 该楼盘最大的优点就是地铁和学校 第六名,幸福安兴雨 该楼盘4月份也是降价促销 价格从原来的13000降到了11000左右 因为是准线房,马上交房了 第七名,保利天俊 这个楼盘也是二七兵将每一上榜的楼盘 主要是因为该楼盘也是二七兵将总价最低 上车二七兵将门槛最低的楼盘 总价500万起步 第八名,江上云镜 该楼盘自从年初价格从13500降到1万起步 一直卖的也还不错 不过最近加推的楼洞离城际高铁远一些 价格也高一点 销售情况没有之前好 第九名,幸福时代大家 该楼盘4月份推出单价15500左右的特价房 销量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楼盘最大的抗性就是交房时间很晚 要到2026年8月份 第十名,绿长柳香园 该楼盘不太建议大家选择 虽然也降价了 但总购56层的超高层确实让人有点害怕 4月份成交也是勉强上榜 综上 4月份卖的好的楼盘 基本上都是降价促销抢客户 5月份的榜单肯定会有变化 因为出现了一些新楼盘低价入市 这也对其他楼盘的价格有一定影响 最后,关注我 武汉勇哥选房团队 专注做好一件事 为您选好房 并带你团购看房